大家好,我是草根小陈,一个不务正业爱拍短视频的这一场老板 从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广州的工厂,我们继续着工作的繁忙和辛苦 苦和累对我们来说真的没有什么,但是更糟心的事情又来了 林姐告诉我有一个客户,三个月了,几千块钱的账都不愿意接 发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还在她的朋友圈抱怨我们讨债很烦 碰到真的客户,确实很无赖 在我们早年开作坊,接彩片的时候,也不知道保护自己 以为所有的客户都是说话算数的,但是结果却经常打脸 我们太天真了,直到现在我都有好几家没有决斗账的 他们要么消失不见,催账无门,要么直接百般推托,耍赖也没钱 后来我们接触了外贸订单,发现外单跟内单不一样,以合同说话 只要按合同交货,质量没问题,都会有专业的财务对接,按时转账 这对于小工厂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客户 因为小西交工厂贯的都是最底层的辛苦钱 利润只占生产总额的很小一部分 每个月工厂开支,工人工资都是不可能拖欠的 所以哪怕有一个货款出问题,就很有可能影响整个工厂的运转 因为去年贸易战今年疫情的原因 我们又回来做了很多国内的订单 同时又遇到新的问题 短短一年时间我就有因为客户不守信用 又损失了好几单的加工费 真的有时候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疾首 感觉有的时候工厂都不想做了 但是好在我大部分客户还是非常好的 都可以给我按时结款 不少网友给我留言 说你根本算不上什么老板 你只不过是一个做货的包工头 所以被赖账很正常的,就看你怎么收回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遇到拖欠工资,拖欠货款的事情 你们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可以给我留言哦 另外我还想换一下我视频开始那句口头传 可以给我提下宝贵意见吗 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